美西到底有多强 86年世界杯的最佳射手莱因克尔也是头号梅吹 他就说了 梅西让我意识到当年的我就是一坨翔 那梅西到底有多强 花式梅吹瓜迪奥拉教练说 我试图让梅西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球员 可到最后他让我成为了世界上最好的教练 大家好我是大象 看到我穿这身衣服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聊个话题了 近期在各大媒体的体育板块 都看到梅西即将要离开巴萨的新闻 在诺坎普的发布会上有长达30秒钟 梅西是哭得气不成声 没有说一个字 看得让人特别的憋屈 作为球队迄今为止的传奇巨星 梅西在正式告别会上说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这几天我都在想我该做什么 这对我很艰难 在这里效力这么多年 我在这里几乎生活了大半生 去年我觉得我自己肯定会走 而今年我和家人一直说 我不想走 但是却真的要走了 很多球迷无数次幻想的画面是 梅西在诺坎普受十万人的膜拜当中退役 甚至应该比哈维和伊涅斯塔更加壮观和体面 有的球迷说想想C罗离开黄马的时候也就没那么难过 但是巴萨球迷说黄马失去的是超距 而巴萨失去的是图腾 梅西那段拿着纸巾抽气的画面 甚至让很多非巴萨球迷都心碎和泪怒 毕竟梅西在巴萨的生涯 那就是咱们的青春啊 对不对 有球迷说21年的缘分始于这张纸巾 也终于这张纸巾 为什么这么说呢 梅西的巴萨生涯至今为人兢兢乐道 他11岁的时候被诊断出患有发育荷尔蒙缺乏症 也就是诸乳症 这种病症阻碍了他的骨骼进一步生长 也导致他没法长高 两年后13岁的梅西身高也只有1.4米 有时候就是这样 上帝给天才开了一个玩笑之后 便赋予他超人般的能力 这一家子为了给梅西治病 梅西一家前往西班牙 然而这个高额的治疗费用 让他们是再次陷入困境 当然绝处逢生 梅西就在此时遇到了他人生的伯乐 也就是巴萨教练雷克萨奇 他发现了梅西的足球天赋之后 力排众议冒险签下了梅西 由球队支付梅西每个月昂贵的治疗费用 签约时候还留下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佳话 双方就是在这张纸巾上签下了梅西的加盟的合同 此后的21年 梅西一直在为这家西班牙豪门效力 梅西为巴萨出场778次打入了672球 到目前为止都是巴萨历史第一位的 而梅西获得的这个奖项 我可能一口气都讲不完 咱们试试 梅西获得了10个西甲冠军 4个欧冠冠军 3个世纪杯冠军 3个欧洲超级杯冠军 7个西班牙国王杯冠军 和7个西班牙超级杯冠军 在此期间梅西还获得了6座代表他个人荣誉最高奖项金球奖 而今年梅西既然获得了美洲杯之后 可能获得了第7座金球奖 世纪分手突如其来 而比分手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分手的过程 早在几周前 梅西就已经和巴萨谈妥了续约细节 并回到了巴萨罗纳准备和俱乐部完成签约 结果零签约的时候 巴萨突然告诉梅西说 不签了 这一波操作简直就在每个打工人的雷点上蹦迪啊 有人批评巴萨说 签可以 不签也可以 一直说签最后不签 那不太好啊 但身处风暴中的梅西呢 委屈却克制 没有攻击巴萨 也没有Diss巴萨主席拉布尔塔 这位足摊巨星直到离开巴萨的最后一刻 依旧保持着队长般的担当 很多球迷也说了 巴萨为什么要送走 还处于高水平竞技状态的传奇巨星雷西呢 两者之间的缘分虽然是经常经历这个考验 但是还真的没有断绝过 但是即便现在双方是你情我愿 有一个东西影响了签约的进程 就是西甲公资帽这个拦路虎 那说到西甲公资帽这个怎么样的存在呢 其实公资帽顾名思义 就是这个工资的最上限 早在2013年起呢 西甲就推出了这个公资帽的制度 根据规定 每只球月的工资总数呢 不能超过俱乐部总预算的70% 但是从2013年呢 就设立这个西甲公资帽的制度呢 从来也就没有成为干扰西甲豪门买人的这个手段 那当前成为紧箍咒的原因 更像是巴萨或者是黄马这样的顶级俱乐部呢 需要让球员们降薪 或者是清理这个高薪老将的理由 那梅西与巴萨上一份合同税前的年薪呢 是1.3亿欧元 是什么概念呢 是非常的多了 它这个是相当于两个C罗加一个贝尔的年薪 那想想C罗的年薪已经是天价了 它现在是两个C罗还得它加一个贝尔 但梅西呢 答应降薪50%来完成续约 也就是降薪6500万欧元 但是巴萨仍以未达到西甲公资帽的要求 拒绝续约 也不再去想其他的这个解决办法 那么梅西的态度是明确的 俱乐部的态度却是模糊的 这才让球迷感到愤怒和心碎 不与梅西续约 巴萨的工资压力难道就能得到缓解了吗 其实这还远远不够 目前呢 巴萨的工资支出仍占收入的95% 而球衣销售收入在未来可能会再次受到霸击 因为梅西的10号球衣每年的销量为200万件 这即将不复存在 而与耐克等公司赞助合同也将到期 如果梅西离开 到时候的赞助费也将会大大的削减 再加上疫情的持续 该俱乐部的门票收入还得取决于允许进入巴萨诺坎普体育场的球迷的数量 虽然这是欧洲最大的体育场 可以容纳将近10万人 但其收入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但是运营和维护的费用却一点都不会少 梅西离队巴萨未来的财政会好转吗 目前看来并不乐观 但是令人不敢相信的是 一些其他西班牙俱乐部的主席愿意为梅西续约巴萨提供一些财政的支持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好像两军对垒 对方将军主动把弹药和粮草送给你 维持你的绝对占领和影响力 这些俱乐部的主席认为 梅西能够继续留在西甲 不仅是对巴萨 是对整个西甲联赛巨大的影响 最直观的 比如说梅西客场 举其他俱乐部比赛 都会大大提升客队的收视率和观众人数 看看人家的这个格局 梅西的个人品牌和价值 简直是说可以占据了足球产业 举足轻重的地位 让梅西离开 在球迷看来 那简直就是双输的决定 巴萨球迷的悲伤和巴黎球迷的狂喜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21年8月10日 星期二足球巨星梅西 抵达了巴黎郊外的勒布尔勒机场 但阶级人群从周日就开始 预热和酝酿 在巴黎圣尔曼的更衣室 阿根廷人将与他国家队的队友 迪玛利亚和巴西球星内马尔一起重聚 回忆一下刚刚结束的每周围 内马尔和梅西长达半分钟 令人感慨和无畏杂陈的拥抱 也许已经暗示了今天的结局 34旬的梅西在经历了900多场比赛 和17个赛季的洗礼后 来到了巴黎 虽然充满了些许悲情色彩 但这将作为巴黎球迷在沉闷的夏天里的 一段迷人的插曲 也必将载入足球的史册 别忘了那句老话 这就是足球了